不過剛剛這個獵地猛擊 哎唷 剛剛的獵地猛擊又交出來 再配合這條龍 一套combo的第一個專家全滅掉了飛城融合隊 Fraggy也非常的小心 雙方盾量 Fraggy的血線相當的危險 遭到了很多的干擾 哎擋掉了 這個Fraggy的獵地猛擊 Gammsu一波前壓 全彈 有沒有開 非常沉得住氣 但也因此吃到了這個完整的龍 不過 下一波 就要換過來了 沒有DV的情話下 這個重力朋友是可以直接吸的 手上有大招資源的話 選最單純的路線 我們看到重力朋友不要走出去 直接吸 龍 奶回來了 奶回來了 哇 兩邊互相換位 但是車子在前端啊 而且Fraggy再次的倒地 現在變成有一方有藍因 他的另外一方沒有 HOMEBOX很危險 直接被收掉 但是Cardios也被拘掉 Carpe今天有很多關鍵擊殺 現在是一個收關的戰鬥 有沒有奇蹟 沒辦法1Q還是倒地了 這邊加利亞Poco非常高能 但是 面對萊伊哈特這個盾 很難反殺 欸 交了重力朋友 有技能配合嗎 好像沒有 又交了一個重力朋友 無效的 沒有配合到這個龍的話 很難擊殺掉人啊 哇 以今天進攻方 覺醒隊的狀況來說 他們招式的控管 好像都控得比較好 喔 Fraggy打得非常的兇 但自己只有敗血了 又被消耗停產 Fraggy再次的倒地 這個近身的爆發力太可怕了 松盾的一瞬間直接倒地 現在而且倒地兩人 倒地四人 要面對一個非常強大的連鎖技了 誰開一條龍 龍現在給了車邊的龍 吸了 吸到後面三個 龍過來 全部湮滅 吞噬掉所有融合隊的防守成員 喔 沒辦法了 先看看Carpet的伴仗 從後方繞過來 這個畫面我們在第二階段 就看過好幾次了 要來了 一個閃血線直接彈掉 漂亮 重演那場戰鬥 喔 爆頭爆頭爆頭 沒 應該很難打了 竹坦倒地 已經被戰 要被戰第二格了 現在誰要下來卡點 Kaleon下來卡了一下 在瞬間爆甲 卡不出 Poco的下一個重力噴泳 如果可以把Nekko的勝B出來 那麼從運營角度來說 融合隊還是在第二段有很大的優勢 但如果他這個重力噴泳沒B出勝 快速隊被交一個重力噴泳 全滅 收能量狀況的話 我們看到通過這個重力噴泳 其他人的能量充能非常理想 這回換到Poco這邊有重力噴泳了 喔 看起來是被一個烈焰波刮死 是的 這個重力噴泳交出來 但是看起來是被勝完整 底下 No! EQO一個Nouble Kill 一炸炸掉 Strike跟Kaleos Mistate先開始 他的透視 Poco的重力噴泳已經好了 但是EQO倒地 卡佩也倒了 還好重力噴泳這波應該不要交了 對局狀況方面 今天Mistate狀態也是非常非常好 Galax馬上上來做幫忙 關鍵在於地面 Fraggy對上Gamesu 兩個列地猛機 誰丟得比較好 先加了出來 丟了列地猛機 地面上聖夜開了 Mistate狀態是又擊殺了二樓的狂鼠 這個列地猛機交出來之後 正面坦克線好像沒有取得太大優勢 反手Gamesu的列地猛機 震倒了至少兩人 但是沒有收掉的人 被保護了下來 Poco好像被撞下去了 是的 時間剩15秒 最後一個團戰 而且Kaleos帶了回到場上 哇這邊又全面對手一波 要開始滾雪球啦 而且時間只剩10秒鐘啦 完了 Karbet再次倒地 有可能是要針對Neptuno那個點位發動 要去啦 準備 3 Eko再次倒地 哇 Karbet這幾槍架值連城 搓垮對方節奏 啟動 果然是發動了進攻 但現在整個進攻節奏 還是相當緩慢 EQ一個炸彈的才炸死Kaleos What 看看剛剛的回放 看一下 啊這邊是中了毒 有視野 喂 Biscuits視野結束了嗎 還有一點點 Karbet 這個脈衝炸彈 想要黏在哈巴身上 但是有一點點危險 所以決定轉身一年 一炸炸掉EQ 又炸掉 很關鍵 Bombox開勝回場 但是點位已經被站下兩格 而且這一波 崛起隊人員上 現在已經有了兩人的優勢 HOTBAR 機甲也被打爆 EQ是被拉起來了嗎 被拉起來的 被拉起來的 炸掉兩個 炸兩個 這很關鍵 Gensu的狀態也有點差 沒有辦法再持續下去 點位只剩下了Note的Diva 機甲馬上被打爆 但是交出了核爆 這個核爆的位置還算不錯 一手打多 有炸死EQ 但是拿了一個布里吉塔加一個單 呃 呃 呃 開一場Mistake就倒地 Gensu當然也沒有辦法支撐多久 學習隊的第一把刀都還以為優好 而且甚至 可能要開勝衝過來了 有點困難啊 應該要開勝衝過來 不開勝的話能保得出嗎 有開勝 但哈巴也馬上交出自己的重力朋友 欸我覺得他這個重力朋友是不是交太早 不過沒關係勝算還是很大 是 自己這邊在開起勝 大招時代 欸放點了 沒關係 現在人數還是有巨大的差距 欸不過你還別說 放點會有點隱患的 一會兒如果可以續點過來 Mistake手裡有刀啊 已經確定可以續點了 因為拖的時間稍微拖久了一點 Gensu打不出原始暴怒似乎 但是這把刀很關鍵 Mistake能不能創造奇蹟 勇敢的少年 所以把刀一刀殺掉了Carpy 回到場上 左一刀又一刀 補足的傷害量並不是那麼的大 受到很多的牽制 畢竟對方還是低推坦 但是至少 啊算了 確實是 HOT8必須要找... 欸開刀死了 死了死了 這個重力朋友丟了出去 但是效果好像還是不怎麼樣 被勝 欸有成功 喔多交了一個暴風雪啊 他是重力朋友加暴風雪 這邊算是交出很多資源 Striker的炸彈輪胎 從後面瞧瞧靠近沒有成功 那邊掏槍直接打掉 這樣的話這波進攻對崛起隊來說很虧啊 這個火箭彈幕 很有機會 感覺要來個天降爭議洗臉啦 欸 GAMESO已經不用洗了 但是還有三個人 還有三個人需要洗一下 來了來了 還是不用洗 用重力...交了重力噴泳 又是重力噴泳加暴風雪 欸 這裡邊還被封門了 推不回去 HARPE在顧側面 現在看到對方 主踢代線進場 MISTIC 其實殺掉SADO 世界火箭彈幕 即殺了... GAMESO成功一個閃光彈非常漂亮 側身阻止了EQ1的爆發 但是BOOMBOX被撞死了 GAMESO殺掉了雙斧 而且... 竟然是在這點位上拿 目前就是一個短腿正在入口被壓 重力噴泳交了出去 核爆 沒錯 不是核爆嗎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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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核爆 剛才天上我飛了一個東西 對 我也看錯了 這個列地猛擊兩邊都沒有拿到成效 而上方EQO這個火箭彈幕 1是有踩點的壓力 2是KALOS的剛好 重力噴泳加起來彈幕 他給的位置非常的微妙 結果沒有成功的殺到人 重力噴泳在哪裡 KARTIE殺到人了 殺到的MISTAKES 要快打了 這配合一個重力噴泳火箭彈幕 擊殺到對方3個人 4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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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TIE殺了3個了 KARTIE殺了4個了 KARTIE殺了4個了 OH NO KARTIE KARTIE MISTAKES 側面看到很多好的攻擊目標 但失去了第一次的攻擊機會 一轉身 說好的不是黑百合對黑百合嗎 你是誰 你是誰 如此暴力 輪胎 EQ拉起來輪胎 視野輪胎配合一波 又炸到 雙斧 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輪胎來炸黑百合 有 一樣是即殺掉KARTIE 如果這個位置 好像沒有打算做動作 正面這邊馬上打了起來 配合柔和隊開大女武神先手 三導演開起來了原始暴怒 但是EQ倒地 而且這個原始暴怒也沒有辦法拖太長的時間 EQ再次被Neptune拉起來 Neko狀態有一點危險 有沒有考慮開 還是扣住了 相當沉得住氣 現在看到對手已經交出自己的勝 Neko見撞野後手交勝過去掩護自己的隊友 Striker也被拉了起來 現在雙方火力的話 Karpy站出來擊殺了GAMSU Neko也是倒地 費城融合對這一波是反打了回來 進攻方這邊也成功的落位 看起來是個經過設計的包夾 終極繞後 Karpy跟EQ都在後方 哇逮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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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被縮在這個位置 但是殺不掉啊 這個有點 殺不掉但是也讓對方退不回來啊 漂亮這一套 直接秒掉 發現Shift還能回來 現在保命最重要 Meshit再次被拉了起來 但是戰場已經跟之前不太一樣了 GAMSU血量很低 對手瀕臨城下 啊這麼多的薄皮被壓在這個位置 一個人是壓三個人啊 車子還到了完全卡不動 落位落得漂亮啊 落位落得雖然漂亮 但你不覺得崛起隊哪邊都沒選嗎 吃一邊對嗎 既不是正面也不是後面 反而讓自己大量的成員 被壓縮在中間這條走廊上 吃正面也行 我覺得剛剛可能吃正面 反倒更理想 這個勝要保到大家難度也變高了 DQ交了格島現在自己很危險 血量也不高交了Shift回來 死了 雖然是很沉得住氣 不過最終還是沒交出招就死了 誒 這邊卡片 Kalix也開信了牛神 想從哪邊逼 正面戰線 核爆投出來 MH在 差點被炸死 嚇一跳 看到MH直接發刀下來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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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只剩三個人了 冰敗如山倒 兩個人 一個人 還剩一個人就是他了 Striker 死掉 好 好 這個 EQO好樣的 MISTAKE雖然想出來卡車 但還是沒有辦法阻止 費城融合隊 把車推到終點